日本的女性在日本那是什么地位啊 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什么呀 日本的媳妇啊对老公那是毕恭毕敬啊 去上班送到门口回到家亲自迎接 做饭打扫全包喝酒晚归不闹 可是还有一种说法那是完全相反啊 说日本男士才是卑微的那一方 工资得直接打给老婆卡上 而且这日本太太呢不用工作 就能掌管家中的财政大权 这老公要花点钱呢都得看媳妇的眼色 那到底哪个是真的呀 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确实啊这日本呢有些老公啊会把工资打给老婆 而原因是什么呢 保障全职太太的生活 这丈夫转工资给全职太太的话呢 就可以少交很多税 而且啊这老公们呢 缴纳医疗保险养老金的时候呢 还可以免费挂上全职太太的名字 这样呢一个人缴社保两个人想福利 明白了吧这是原因看上去很美 但是结果呢就是日本有一些夫妻啊 为什么呀因为你看 补口几乎全靠丈夫呀 人工作生活两头压力 所以脾气暴躁酥酒 拿老婆撒戏的情况那真的是不少 而这太太们呢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 只能忍气吞声 这相当于啊拿工资伺候大爷 而等到这老公退休发养老金了 这太太就能得到一半了 而且哪怕离婚了也能照拿 所以啊一些日本女士就感觉 好家伙终于熬出头了 我毕业了 我迫不及待我离婚 甚至还有一些情况什么呢 老公啊先走一步 这老婆呢反而笑得合不拢嘴 为什么 因为从此过上了更幸福的日子 那文件很多的小民就表示说了 说这我们哪里也太惨了吧 这全职太太虽然很不容易啊 但可不可以国家出钱啊 叫人呐不要慌 德国就是这样呢 德国政府啊给全职太太发工资 每个月三百欧 再加上税收优惠补贴等等等等 加在一块的话将将有一千欧左右啊 这相当于七千人民币啊 而且如果两口子离婚了 这全职太太如果找不着别的工作 这前夫还得接着养 咱们举个例子啊 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 人一年收入不少啊 年薪25万美元呢 可是这老师啊 离了三次婚 结果呢就是 他的薪水啊 全拿去赡养三个前妻去了 以至于呢 别人坐飞机 他只能坐绿皮火车 别人豪宅他租房 虽然说啊 政府给人也配备了豪宅豪车 可是那点租金他都交不起啊 那当然了 性别互换也一样 在德国啊 全职丈夫如果离婚了 也得前妻养 这一定程度上就解释了 为什么德国的离婚率啊 全欧洲都算第一打 那当然问题也不是没有啊 因为过去十几年呢 高学历女性啊 很多人更愿意去做全职太太 德国有些学者就认为说 这感觉呢是教育资源的浪费 而且一个家庭 只有一方出去工作 这也不利于社会发展和政府受税啊 应该鼓励全职的太太和先生们呢 都出去找工作 说实话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这全职太太 全职先生 其实也是在做贡献的 也在输出自己的价值啊 这不论什么日本啊 德国还是咱们这儿啊 都一样 但是相对于做全职先生 或者全职太太 咱们这儿的 可能很多假人们呢 更愿意呢 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事业 因为更有安全感 而且你可能还不信 找工作居然还可以用丁丁啊 问题很多的小明就说了 好家伙 怎么丁丁这个时候乱入了 哎不要慌 很多企业都在用阿里加的丁丁 对不对 而现在丁丁跟支付宝呢 信息打通了 一边的企业可以上丁丁搜一号职聘 高级认证开通之后呢 就完全可以免费使用 这一号职聘上的招聘服务 一年能省几十万呢 想找工作的各位青年 或者是中年们呢 你到支付宝上面去搜一号职场 看到心仪的工作 可以直接和丁丁上面的 真人HR或者是面试官呢 一对一的来聊天 不仅这职位是真实可靠的 而且还不用下载 这这那那双方直接高校聊工作 哎那问题很多小明他有问 哎这丁丁呢 是要跨界抢招聘软件的饭碗了吗 那是啊 哈哈哈哈 人呐 并不是 人丁丁自己怎么说的呀 人说呢 假人们呢 我们呢 不做招聘 我们只是招聘的搬运工 给有技术 有实力的各位假人们呢 牵线搭桥 也是啊 你看丁丁这玩意儿 嫁到给小学生上网课 上到给成年人找工作 而且周到给员工学院培训 这叫什么呀 叫包了你从小到大的每一步 丁丁都跟着你一起进步 不说了 你师哥呀 也想去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招聘我的个人助理 男女不谢